Hello, 大家好, 在 My Mesh 101 Chapter 4 中介紹一下 ID 就是用來在 DigiBuild 不同的 object 在 Mesh Network 中介紹 首先我們會在 Create 例如有 5 個 object 分別有 5 個, 全部是 Overlap 在一起 我們就在 Animation 中按 Mesh, 叫 Create Mesh 你發覺我們按了 5 個之後, 但 Mesh 都是同一個出來 所以我們在 Mesh 中會看到一個 Distribution 和 Mesh ID 我打開 Mesh ID, 再按一下, 其實你會看到一個 ID 卡的地方 Mesh ID 卡是 1, 代表一個 Type 我們將它移動下去的時候, 如果 2 的話, 會有 2 個出來 3, 4, 5, 5 個, 總共都會出來了 如果我們在 Distribution 中 在 Distance 比較長, 拉多一點的時候 你會看到 Mesh ID 也看到 Mesh ID 多的地方 但我覺得 Mesh ID 也有一個 Linear 所以在 Mesh ID 也會有難過 所以我們會看到 Mesh ID 作出來 而我會看到 Mesh ID 一個方式 或是有不同的循環和循環等 可以使用Random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效果 Mesh Distribution 拉盡了360度 其實我們可以使用140度 然後再把它解放 再密一點 例如20分 這個分析 打大一點 基本上 就變成一個 Spring的蛋糕 做了Random 的 物件 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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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成果